今天應該是巴維街這個項目的第一次記招 我們應該很快就會做一個命名的新聞發佈會 然後有很多次的新聞發佈會會介紹一個Port of Features 不同的Port of Features 因為Port of Features有很多的這個項目 我們希望這個時間表是壞的 我們希望這個月可能會有機會開放示範單位 有機會開放示範單位這個月 至於其他流程中的項目 例如登記、賣樓那些 我們下次新聞發佈會講清楚 SizeMax我們都說了 主要是一房及兩房 另外有些特色單位 特色單位有三個 我們分了兩個建築期數及兩個推售期數 第一期有七百及四貨 第二期就這裏沒有寫 應該是一千貨的 一千貨單位 它說了一個很unique的項目 就是四面單邊 一個市區重點項目 這麼大的體量 市區重點項目 那個地塊是很大的 有四條街是單邊的 即是有巴育街 有耀東街 有南昌街 有食業美街 四條街其實都是很難做得到的 現在去做 是找不到的 即是我們自從藝利坊 Baker Circle 再到這裏 其實都是我們這麽多年來 努力做市區重點項目的成果 希望可以將當區的使用 更加美化多些 是的 好的 細分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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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 兩房是約 三百 一二尺 一房應該是二百六尺 約 兩房應該是三百五十尺 三房應該是四百三尺 好的 好 暫時到這裏 好嗎 因為我們在一個size max的新聞發布 我們會再詳細 例外的理想也會說 好嗎 OK 好 所以說三二三房呢 是只是一期還是全個的 只是一期 只是一期 對 二期應該還有一半 但這裏看到一期就是右手邊 是嗎 是的 是啊 右手邊 這個應該是南昌街 這個應該是耀東街 這個應該是耀東街 耀東街 這個就是包圍街 包圍街 門口開包圍街 門口開包圍街 地址應該是包圍街 那有沒有說 今個月要買樓 今個月要開放示範單 最快下個月要買樓 即是首季 首季 那我買多少 單位數目 價錢 即是單位數目 單位數目 如果我們都是follow SRQ 的requirements 首20% 但是SA 我們再看 我們會覺得 這個區 其實 在我們這個項目 完成了之後 其實應該是靚 有四條街都會美化了 它有別於 譬如說 有些是單街項目 靚了就是那個面 我們不同 我們四面單邊 其實 它會把這個 那個細區 那個美化性度 是大幅提高的 我覺得這個項目 是有潛質的 因為 亦都是 一般 layman 很喜歡住在大 大層 大規模的樓盤 那些會所會多些項目 多些東西享受 這個正正是 應該欠到他們 喜歡的地方 價錢會參加什麼 價錢 我們都是看著 我們新判 成為九龍區的新判 開判的價錢 但是當然 今年 我們 接下來 我們 有一個 window 我們覺得 可能 成交 或者價格 都會 好一點 就是下個禮拜 希望那個 昨夜 那個 計劃 那個 是有提供 到減爛 這樣 因為整個市場都消化了 應該是要減爛的 那 但是減多少呢 就是這樣 是不是remove 還是 做夠少少 值不低 去 比如SSD 減了 都是 remain 這些 再看 不過大致上 市場覺得 都應該要減的 那我看 如果真的減 可能是一個 人心會穩定些 的一個時間 項目關鍵一期是幾時 2025年 7月31日 一期 一期 2025年 7月31日 現在還在起 起到頂 起到頂 有兩層 有兩層 有兩層到頂 有兩層到頂 是 如果真的減爛呢 價錢 如果真的減爛的話 價錢會不會再 其實我們現在都是 都是測試 我們希望有一個準確一點的 價格是明度 因為其實我們都沒有 話刻意什麼叫高 什麼叫低 如果你選擇 開盤 其實你要 找出一個 去貨率 若干 挺好表現的去貨率 這樣價格 這個是難的 我們都盡量測試得精準一點 但是難的 因為現在發展商最頭痛的是 怎麼定價呢 每個人都頭痛的了 但是我們很好的 代理界團隊 我們緊密接觸 應該我們的測試 應該是比較準確一點的 好 謝謝 謝謝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